是否那种家族性遗憾病是从说法角度是因果的报应吗 是否这个问题 是啊 一定是的 让你投在这个家里 菩萨都知道他家里的因果的呀 比方说你上辈子曾经做了很多坏事 这辈子让你投到这个家庭 那个你家里看地府的那些官员 他怎么不知道这个家庭几几年会倒霉 几几年会破落 就是这样的 全知道的 那你投到这个家庭 他爸爸妈妈身体怎么样 你会不会遗传 地府全知道的呀 因为根据你自己的业障来安排的呀 你自己业障才重呀 明白了吗 哦明白 你想有的家族性遗憾病 就是心脏病 他投在这个心脏病的家庭 他是什么样的因果呢 是否这个问题 很多呀 钱是 可能心心良心不是太好呀 或者有一段时间好 有一段时间不好呀 就是这样 哦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